另外来看到是房屋漏水 社区管委会到底有没有义务来帮住户修缮呢 我们要来看到是在台南 地院最近是给了这样的一个判决答案 那么法官认定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设施不良造成 所以判决管委会要赔偿受害户200多万 但是管委会表示大楼公用基金现在剩下300万 那么如果要赔偿200多万就等于整个基金都用完了 社区其他住户也觉得判决不合理 所以同仇敌凯的一致主张要来上诉 不过如果还是背叛败诉的话 到时候也只能够挨家挨户收钱 由住户们一起来分摊这一笔赔偿金额